2022-2023赛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开始第三阶段比赛争夺 在一场引人忠目的半决赛争夺中 两支失利相近的球队展开鸡肋争夺 结果夺牌热门上海女排把握机会能力更胜一筹 他们3比1击败了以外援为主打阵容的深圳女排 本赛季与深圳女排交手 三次全部获得胜利的同时 也在三场两胜之的半决赛争夺中占得先计 后面两场比赛只要再演一场 就可以时隔三年再次打定决赛 上海女排与深圳女排的比赛过程 并没有比分所显示的那么轻松 相反两支球队打得相当激烈 上海女排四局比赛也就赢了对手4分 后面两局比赛都是2分险胜深圳女排 这也说明了两支球队的综合实力在伯仲之间 上海女排能够在半决赛首场比赛中 战胜深圳女排离不开队长仲辉的出色表现 本场比赛仲辉面对深圳女排的高篮网毫不畏惧 她全场比赛46扣25中六篮一发 得到了惊人的32分 是上海女排获胜的头号功臣 本场比赛上海女排外援步履西奥 被对手研究比较透彻 她的进攻成功率并不高 在这种情况下 队长仲辉勇敢站了出来 本场比赛仲辉的进攻成功率超过了50% 正是她的出色发挥 帮助球队一次次渡过难关 最终笑到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 本场比赛仲辉还在第三局比赛 总受伤离场一段时间 仲辉下场之后 上海女排在第三局 由领先6分变成了落后2分 仲辉不得不再次带伤出战 正赛仲辉 一次次进攻 荷兰网帮助上海女排连续两局 后来居上逆转选胜 凭借半决赛第一场比赛 收获得32分 仲辉还暂时以总得分365分 成为本赛季排超得分王 超过田津女排外援瓦尔加斯 和四川女排谬一文 而独占凹头 这对于一个身高 只有180公分出头的主攻手来说 非常不容易 在世界女子排谈 逐渐高大化局势下 仲辉的身高 只比一些自由人高一些 他也因此屡次措施国家集训队 实际上仲辉早在郎平执教时期 就入选过国家队 但是他并没有在国家队站稳脚奔 蔡兵上任之后 也没有看中仲辉 在去年女排下令营之后 仲辉就被调整出国家队 由于中国女排主攻手们 在世界女排联赛上表现不佳 在备战世锦赛前夕 仲辉又临时被主教练蔡兵 招入国家队 不过很遗憾的是 仲辉最终还是无缘参加 202年女排世锦赛 中国女排主教练蔡兵 似乎并不信任仲辉 世锦赛上他还是选择了 自己最初看中的金叶和王一竹 但是从本赛季排超脸赛来看 仲辉的表现 甩金叶和王一竹几条件 仲辉是上海女排的核心 而金叶和王一竹 在各自球队都不是雷打不动的主力 两人大多数时间 都是坐在替补席上 本赛季仲辉不仅进攻打得风生水起 他的一传防守和发球 也在榜单上位列前茅 而在与深圳女排的比赛中 个子不高的仲辉 仅拦网就得到了6分 超过很多国家队复工球员 可以说仲辉的表现非常完美 至少从本赛季 台超各项技术统计来看 是这样的 由于中国女排替补主攻 在世锦赛上表现并不出色 加上金叶和王一竹 在地方队都打不上球 两人今年入选国家队的概率并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 联赛中表现抢眼的仲辉 重回国家队恐怕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仲辉技术全面 即便当不了主力 成为中国女排替补主攻 还是绰绰有余的 毕竟她的遗传和发球非常好 而这两项技术 是替补主攻必备的技能